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做 把这几个节点我们要整合起来 用一个控制器来控制 好这里 我们这里所这里的控制都是用数字来控制 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用数学的方式来把它整合 应该不要想太难 跟着做了几次后大家就熟悉了 好 Shift A 我们创建一个 节点叫做 math 数学converter 然后我们要做转换 Math 这里Math 好这里大家先跟着我做 好这里add 我们这里去我们要创建一个input 叫value 我希望用这个数字 来控制我想要用数字1 2 3 4 来切换我们的表情 数字1到4 好 所以我们然后这里我们在shift D 复制一个 我们这里 数字 叫做 1 shift D 这里 改成叫做greeter than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说大于 这里 点00 这里我们节点进来 这里 我要告诉他说 我要告诉他说当我数字大于1的时候 我要用来这个来启动这里的控制 所以我这里 d shift D 这里叫做2号 叫做3号 来串联 把这些串联起来 我这里就是我告诉他说我这里数字是多少 然后数字加了一点点这里有归设一个很小的数字0.001 这样的话他这里就是数字1放进来加了 0.001然后输入到这里说 当 数字大于1 因为我数字的数字来就这样 输入进来叫做 1 1.001 会大于他1吗 他这个就会启动 所以我这里把节点下来 我用这个来控制他 好这里相调下一个呢 当数字2 我要大于2吗 就 所以我这里输入2的时候 他这里就会启动 节点放下来 放下来 好 我们这里来输入看数字1 数字2 数字3 然后数字0 0 0是这里启动 所以我就可以用数字0 数字0 123 2 3 来切换我们的表情 而且这里不会有小数点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用greater than 只要大于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很小数字 只要一大于他就直接切换 他等于 原本我们这里是一个bar 他会有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但是我们这里用greater than 用数学只要大于的时候 会直接做切换 我们把他这里控制属性改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快速切换我们的表情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 用我们的表情快速切换的控制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参数 而不是有三个 三个地方来 换我们的表情 好